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谈婚论价实为什么总有各种矛盾产生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就是因为物质 看表面的确是这样 但若追根溯源深层讨论 就会发现这些矛盾 其实是由男方和女方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产生的 女方对婚礼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男方 对于女方而言 婚礼不仅仅是一个仪式 而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许都没有之一 所以才会要求办大办好 不允许半点马虎 而对于男方那就是一个仪式 除了费钱就是麻烦 他们更希望办得大 差不多就行 能省则省 说白了还是自私惹的祸 双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矛盾怎么会少呢 想要谈婚论嫁矛盾少 还是得相互理解 多换位思考才好 观众 陈彦和男友恋爱三年 本来打算今年过年是结婚 由于受特殊情况的影响 结婚的计划一直被搁置到了现在 如今情况好转 婚礼终于在上个月被重新提上的日程 陈彦本来是不着急结婚的 如今刚刚复工大家都比较忙 几个月没有收入 大部分人都囊中羞涩 最近情况好转 但并没有完全的解决 他本想着反正都已经延期了 再延期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 但陈彦的婆家却相当的着急 非要一个月之内晚婚不可 陈彦觉得可能是婆家怕 彦长梦多毕竟什么都办了 大钱也都花了 就差把媳妇都带回家了 怕出的时间长了容易出岔子 早晚早节晚节都是节 陈彦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但在她准备重新预约酒店的时候 婆婆却制止了她 儿媳婚礼要不别办了吧 正好趁着现在特殊时期还没有过去 好有个理由 咱不办不聚众也是响应好招 还能省一大笔钱 陈彦听了婆婆的话 当下就有点生气了 毕竟结婚这件事情上 婚礼是重头戏 也是女孩们最期待的事情 女人一生只为爱的人穿一次婚纱 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 有哪个女人不期待不向往 我真的是搞不懂她们是怎么想的 在省钱怎么能把婚礼省略呢 当然她也只是背地里说一说 并没有直接和婆婆表达自己的不满 毕竟以后都要成为一家人 总要注意态度 不要没进门就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陈彦也没有答应 而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不办婚礼的话 分子钱怎么收呢 这样不太好吧 她本来是想从分子钱这个角度告诉婆婆 婚礼还是要必要办的 这样就设计到了物质 毕竟她一直都知道男友家的条件不好 公婆一向简解 甚至简解到有些抠门 所以说才会提出 不办婚礼省点钱出来这个点子 既然婆婆那么在乎小钱 这大钱又怎么会放过呢 她料定自己的婆婆肯定会听进去 但让陈彦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满不在乎的对她手一挥 这点我早就想过了 我不是说趁现在特殊情况 不办婚礼有借口吗 怎么可能不收份子钱 出了那么多年 不回收不是亏损了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又不一定非要当面给现金 反正帖子都发出去了 到时候直接通知宾客 让他们转账不就行了吗 都简单还方便省事 婆婆说得洋用得意 陈彦的男友 似乎也很同意母亲的说法 在旁边一声都不吭 一家人都在等着陈彦表态 与其说是征求意见 不如说他们已经做了决定 只是来通知陈彦一声而已 陈彦的心沉了下去 从前她觉得公婆 只是有点抠也没有什么 办了十几桌酒席 人情往来都不顾 还要求她牺牲自己最在乎的婚礼仪式 嫁给这样的人真的会幸福吗 不是办得简约 而是不办婚礼 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 想清楚以后 陈彦给出了她的答案 好 既然这么想省钱呢 干脆全省了 婚也别结了 还不带婆婆回过神 陈彦就直接转身离开了 虽然之后婆婆也上门道歉过 但都被陈彦直接赶出去了 婆婆这才开始后悔 但又有什么用呢 钱省下来了新娘也跑了 这也真是很讽刺 其实女方已经算是比较善解人意了 也站在了男方的角度考虑了问题 不是一个爱铺张浪费的人 可是男方却没有这个概念 只想着一味的省钱 的确是自私了 婚礼可以一切重简 但没有真的不行 这并非有什么硬性的规定 如果说双方都觉得没有必要办 在婚礼这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 那也不是不可以 但对于大多数的女方而言 婚礼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是男方的态度 是名正言顺 进门的标志 即便不是这些 面子总是要顾一些的 但文中女孩的婆家 不办婚礼还想收份子钱 也不顾及女方感受 也不讲人情 说实在的 事项太难看了 结婚的各种事宜可以简洁 可以省去不必要的花费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都应该相互理解 相互体谅 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不该自私 但以该有个度 该省的则省 不该省的一分都不能省 这就是简洁和抠门之间的差别 也是低情商和高情商之间的区分 而婚礼本来就是必要的步骤 不该省略 婚礼的必要性是对女方的尊重 是对重大事件的宣布 同样也是人情交往的媒介 搞人情不是事快 而是离商往来 是建立良好社会交往的基础 谁不知道婚礼很麻烦人呢 谁又不知道 婚礼的花销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也没见几个为省钱就不办的 更没有见几个因为麻烦就不去的 自私抠门都不是主要的 连人情事故都不懂的人家 真嫁过去头疼的事情还在后边 省了不该省的 为了一点小钱埋下不满的种子 是因小时大 这不是机敏 而是真正的愚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